暖冬峽谷全新体验出发 请检采 在金融市长林佑昌 立法人蔡世英 金融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曾志文 产业发展处长黄建峰 与市议员林敏勋等人共同检采下 整修多时的暖冬峽谷油漆步道正式启用 这项耗资3000多万的观光工程有四大亮点 包括路口异象 多处广场休戚节点 手作步道及导人指标 这一次我们也以不破坏生态的方式 以手作步道的概念 做了一个比较自然的步道的整理 所以我们这一次把整个小环的部分 大概有1400公尺的这样的一个长度 我们把它整个重新做整建 第二个部分我们在入口异象的部分 大家知道我们的淡南古道 就是以双扇绝作为异象 而整个阮冬峽谷 大环小环所交织起来的 整个阮冬峽谷也很像是一个双扇绝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所以我们特别在入口异象的部分 打造了这一个双扇绝的入口异象 我们针对我们的广场的节点也做了很多的整理 第一个是我们入口的这一个暖心广场 那这个广场的部分 我们也做了一些整理包括停车场的部分 还有包括它原来的这一个入口整个的廊带 它的走廊是没有办法遮雨的 那这次我们也一并做了整理 同时也把这个双扇绝的意象 放在整个暖东的暖心广场的这个广场上 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的这一个服务的中心 那这一个部分呢可以说是西东驿站 那这个驿站呢基本上它是位于 进入大环跟小环的一个服务中心的节点 所以这一个广场我们也重新做了一些整理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翠霞广场 这个翠霞广场过去呢 就是只有几片的这个遗留下来的移构 在这个地方 但是来到这个地方的旅人呢 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休憩空间 可以在这边休息 所以我们也针对这个地方呢 做了一个翠霞广场的规划 那这个翠霞广场 我们是做全宁市的一个服务的规划 一二三下 我都下不去 立法人蔡世英跟协同事议员林敏勋等人 抢先体验这一处以园区景点 滑铺为灵感设计的亲子溜滑梯 直说是很棒的亲子互动设施 蔡世英强调未来如果有机会接棒 将继续推动软东峡谷二期改善工程 我的东西还有两条 一条给小朋友滑的 一条是泥机比较大的 那我觉得这样的过程当中 可以让大家彼此的情感更加的快乐 那这个地方其实是很户外的 空气也非常的好 那尤其是有很多的芬多金 所以西英非常推荐 大家来到这个地方 那未来西英也会来努力 推动软东峡谷二期工程 让这个地方不是只有金融爱玩 也成为很重要的一个观光旅游区 尤其是它是具备一个历史意义的 淡南古道的中段 中路的部分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陈一路走到上方百年土地公庙的 金融市长牛昌表示 软东峡谷是淡南古道中路 也是重要的观光休闲步道 金融市政府近几年投入很多资源 针对步道、量亭及指标等公共设施 进行全面整修 加上串联周边露营区及大金农场等 游记景点形成文化路径 希望吸引国内外游客 亲自来体验软东峡谷之美 说实在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个滑铺 觉得非常的有特色 那这一次的小湾的步道 也把到滑铺的一个路径呢 把它做了完整的一个整理 那我上次走到土地公庙那边 我其实是很想 撩过那个K 就是这个走到这个溪的对面 然后再往前面走 因为那个整个山市 我觉得是非常的美丽 非常的漂亮、很吸引人 那不过大家听市长这样子讲 可能没有办法 这个真的去感受到 我建议大家还是亲自到 我们滑东峡谷这个地方 来走走看看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爱上这个地方 官销柱方面表示 滑东峡谷分别规划有 大环步道及小环步道 其中小环步道全程约40分钟 大环步道则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 民众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与状况 选择最适合行走的路程 轻松体验 暖东峡谷丰富的生态 与自然美景 记者 张琪藤 金融报道 好 好 好